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怕你正面的钢背兽过来跟我这个对钢的 上一次是Secret使用钢背加一个小狗 这样子的两个肉盒打DP的时候都是占不到便宜 所以说 点位上来说DP没有很出钢背兽 都如一半点 虚空 好的 老肥羊这边三手开始补强团战 补强一个团战 DP虚空加上一个萨尔 线上我感受一下 线上还可以 还可以 还有一个辅助 还有一个节奏型的四号位没露脸 不过这边已经被搬了蛮多的 这个版本 这是Liquid在针对老肥羊的班人的时候 这种节奏强的 节奏感强的四号位全都是被按死了 自己拿钢背 然后保护性的一个防守班人 把斯文绊掉 大牛 夜魔加土猫 这个问题一 点一个什么样的节奏英雄给阿福 刚才那盘阿福的土猫 已经是足够亮眼 在这个数次数波团战当中 都有这个精彩的表现 都有精彩的表现 所以Liquid这边也是马上给予尊敬 给予尊敬 四号位的一个大鱼 四号位的一个大鱼 嗯 前几天是有一个什么四号位的发条对吧 不过好像看着跟老干爹阵容没有很大 鱼云 大鱼 钢背 大鱼钢背 DS 哦 老肥羊直接拿这个团战阵容了 我也不管你七七八八了 我拿一个团战阵容跟你钢 嗯 看一看 看一看 这个剪甲其实钢背是能享受到的啊 因为钢背的这个钢毛是一个物理伤害 钢毛其实是物理伤害哦 这个跟跟剪甲的这个阵容是有一定的这个兼容性的 冰女 雪魔 哎 钢背兽也是雪魔吗 也是雪魔 但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雪魔跟Sekret的雪魔打法一样不一样 当时Sekret那边是谁Mid1吧 还是谁啊 玩那个雪魔他的他的一个思路是当时要面对一个DP加电棍 所以他的打法是出一个A 出一个A以后做推推做跳刀 最后做大根 我是觉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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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对抗DP战的英雄要爆发 要爆发 就是做A战没问题 但后面大根要早点做啊 萨尔虚空DS 哇 老肥羊这个阵容的正面团特别刚啊 但是局部PK一旦少大招就很尴尬 这个顾名思义啊 大招流的这种阵容 你在DP虚空没有这个大招的时候 这战斗率就是两个档次啊 两个档次 所以这种这种阵容反而对肉山顿的一个可望度要求是非常高的 这种阵容对肉山顿的可望要求非常高 可望度很高 因为容错率低 容错率太低了 需要肉山顿做一些支撑啊 第五手 第五手搬人 搬手什么 呃 搬一个辅助 还是一个节奏型的四号位辅助没出啊 虚空DS加DP一二三四位 一二三位号位都有人了 这是一个一号位虚空啊 嗯 不能真的半发条吧 想想节奏型的四号位 还有什么东西啊 节奏型的四号位 大鱼也在对面啊 这手 这手我倒有点吃不消啊 最近辅助比较少看 比较少看 想想 发条跟这阵容很不搭呀 很不搭 萨尔这边其实是希望搭一个小控制的 搭一个小控 大牛也没有 土毛也没有 夜魔也没有 嗯 想想啊 阿福玩的是一些操作的操作型的点啊 这阵容 看起来也不像要搭什么牛之类的东西啊 李克的班人 李克的班人 李克的班人也想了很久啊 SK OK 这牛 这牛被李克抢走了 不过这牛其实放给老干爹 老干爹我觉得也不会拿 因为他这边需要的是一个能带节奏的点 能走动的点 昆卡 OK OK 诶 赚了半天 把昆卡给忘了 不过最近的版本 确实我都没有太注意到辅助 点上一个昆卡 嗯 OK 这时候抢牛 我不知道李克是不是有一点点警惕说牛 万一进了 这个 老飞扬的这个阵容啊 是吧 就是变成了一个纯团战型的阵容啊 但是这个至于老干爹来说这一点 他不仅要团战 他其实更想要的是一个带节奏的人 这件事情比较关键啊 就是中国队的四号位五号位的这个 这个 这个分割线还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啊 这五号位辅助全包 四号位 这个频繁的走动啊 频繁的走动 所以这首给昆卡是合情合理的 给昆卡是没毛病 而且昆卡的 讲道理昆卡的团战能力也不弱呀 是吧 这个阵容呢 必须得主标记了 我看看 队的控制力一般般 之前是哪支队一记在打这个萨尔的时候 有一个 在这个打萨尔的时候 你猜的怎么玩 连攻卡 你用一点撇视我标记 就直接把萨尔的地给废掉了 当时那盘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 就是对抗萨尔的时候 使用了一个针对型的辅助啊 但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 所以 考萨尔的本一千多几啊 嗯 团战型的阵容 拼一个团战指了呀 拼一个团战指了呀 但说回来 这个牛刚刚几号位啊 我看一下 这是一个三号位牛吗 诶 等一下 诶 Miracle中单牛 诶 有趣啊 Miracle的中单牛 之前是有谁跟我说 一击那边 随便打了一盘中单牛 什么中单兵魂是吧 我没录到 一直有点遗憾 今天 弥补遗憾的时候来了 这边中 中了对上DP 不好打的 有趣啊 有趣啊 这中单牛不是什么问题啊 这打什么火猫 一些针对型的这个近战 中单牛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这边对线的人是DP 我觉得难度稍大 难度稍大 我很期待 再看Miracle这边的牛怎么发挥啊 Miracle这边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杨备兽 GH GH的一个大鱼 Miracle这边是一个 Miracle这边是一个 这个 中单牛 Miracle这边是一个 一号位雪魔哦 这边是一个一号位雪魔 Kalky这边是一个兵女 保护他 试语我看一下 给了中路 人们中路都补上了眼 上面给了一个这个破眼 看看这个神符啊 看神符 睁眼封一啊 嗯 这位置 勉强算防牌了 这位置勉强算防牌了 要真的防牌的话 再往下面插一点 集气大战已经开始 咱们没有这个激进的这个 抢服动作啊 各收两服开局 对吧 萨尔看一下 啊 钢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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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变成了一个 非常规位置的一个三号位 这个版本说非常规位置 嗯 这里讲真啊 我理解 Liquid的一个 这个 这个 分位的一个打法 因为 这个阵容 有一个这么强势的DP在 钢被打主力很容易吃亏 很容易吃亏 中路二打一 所以说把这钢被拖回三号位 是一个 避风芒的一个打法 避避这个DP的风头啊 雪魔对DX 雪魔对DX的好处是 这个 李子顿对雪魔的一个威胁 也就没这么大 他能刚 自己有一个持续的吸血啊 其他进展英雄碰到这李子顿 这头炸的不行啊 诶 冰猪 踩 伤害够不够 卡着一二位 再来 应该是可以击杀 再摸 诶 诶诶诶诶 出事出事出事 再踩 好的 昆卡能收吗 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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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就是急剑科大药 续了几秒钟命啊 可以啊 两边的劣势路现在 有面临比较大的一个生存挑 生存挑战 两边的劣势路都是打三人啊 这个 许久不见的311分路啊 昆卡 做了鞋一级水 想杀人的一个加点 想在这个一级杀人的一个加点 但刚被目前还比较猥琐 比较的猥琐 没有出现太多破绽 没有出现太多破绽 给到的保护视野 是可以清晰看到辅助位置的 来 搞事了 看一下 牛这边四个刀 诶 急速神父 牛这边四个刀 DP那边6-5 牛哥的补刀被压 7-2 7-5 诶 没压多少 中路两个人的政府几乎相同的 凡不差两个 这个急速的大鱼一直想在中路搞事情 急速的大鱼一直想在中路搞事情 一口水 没有顶到 没有顶到 烦了一手 诶 风死的 冰柱 糟了糟了糟了 阿福 诶 这个位置 这个风有点有点意思啊 这边看起来好像可以走啊 看起来好像有个凤 这框卡走过来发现被堵死了 尴尬 如果他第一时间就往上跑 他应该是跑掉的 在这边确实看着是有一个凤 结果走过来发现堵死的 加一张T 加一张冰女的T 钢贝凶起来了 三层钢毛 这里还要至少两发钢毛加一发物理攻击 再来一发再来一发再来一发 诶 上路了 钢 钢毛 诶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哇 被吃树给蓄回来了 吃树蓄回来了 DDC真的很悬 这里差点被钢贝搞死了 钢贝把蓝打空了 这大鱼 这大鱼 你是中路有防还是怎么回事啊 不停的往中路晃 这大鱼 时不时的就到中路转一转 前面空了急速 我在中路转了一圈 这里快四分钟了 又来中路晃 这大鱼 牛哥 空服这么空 一个恢复 你还真别说牛哥对这个DP好像补刀没有劣势啊 牛哥这边是17刀 DP18刀 DP反补多几个 但这边是没法形成什么实质性的压制 正补一直是没有落后 这边让我有点意外 就我最初的预想 中单牛对DP他补刀会被压一点的 但这个美尔克仅仅是反补被压了几个 正补是没有落后 厉害了厉害了 厉害了 10格的魔棒 两边都续了魔棒 有冰女在这个钢贝真的舒服啊 真的舒服 几级 几级光环 二级光环了 已经是二级光环了 钢贝2.4的一个回篮 这至于钢贝来说 这个钢毛 可以非常非常非常高频的使用 本来这个没有冰女的版本 这钢贝说在线上打一套就差不多了 顶多你自己 再磕个小兰 再喷几口毛 这个版本 有冰女这么搞事情 他线上可以不停的这个喷钢毛来压制近战英雄啊 得还是奔过去 黏了下雪魔 冰女能不能突破他 水给了线上 水到雪魔了 标记 两个离子盾 两个离子盾 出事了出事了 雪魔原地给了技能 好的 杀一个 杀一个昆卡 中路DP也被游到了 DP被大鱼游到了 糟糕啊 上 我看一下 老沛 老沛 上路杀了一个雪魔 但是中路交了个DP 不赚 看起来不赚 而且 昆卡在上路击杀的时候也是死的 死前被雪魔拼掉了 这个阵容想制住钢被需要 哎 我的我的我的 这个阵容想制住钢被需要DP肥啊 虚空加昆卡 能控制 好的好的 坑海游泪波下落 这这就是这个阵容想钢的住 是一定要这个DP肥的 所以说上面杀一下雪魔 给电 给吸 开大招 搬一手 狂住 好的 没有可应该是被杀掉 大鱼这边 哎 给了个撇士 大鱼这边帮不到 帮不到钢被烧 帮不到这个 牛哥啊 钢毛有点疼啊 雪魔目前44个刀 雪魔的补刀还是很高啊 我看 看这个财神总和吧 财神总和 经济第一第二分别是牛 牛跟这个雪魔 第三第四是虚空DP 嗯 差距也不是很大 200至300 还可以接受吧 还可以接受 哎 只是这牛这么肥啊 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大鱼一直频繁的帮助这个牛头啊 中路塔被拔掉了 然后牛哥刚才是阵亡一次 他自己的数据是一杀一死一注钩 但是捕刀 非常给力啊 捕的刀非常多 哎呀 这个牛有点烦 这个牛有点烦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要面对一个什么 十十二分钟左右啊 十分钟出头 带跳的一个牛 往常三号位的牛头 就跳到时间是十五至十八分钟 这个区间啊 十五至十八分钟 那这个牛可能十二分钟左右就有跳了 哎 萨尔 哎 这有F的 万键片势走一个 搬住冰女接上技能了 后续怎么讲坤卡在 哎 坤卡没给技能 坤卡犹豫了一下 把技能给到牛头 控制住 虚空在驱赶旁边的辅助 牛头直接转身上来肉搏 哎 这个牛哥 被抄了一个被动晕 砸出一个技能 伤害稍微少一点 牛哥差一丝 哎 死了 虚空结界照的位置不错 冰女要死 雪魔跟大鱼想收割战场 哎 DP中了这个大招 直接踢 好的 DP走了 虚空也踢走了 标记了一下大鱼 辅助能走吗 辅助好像有点难 辅助这边有点难 交一个交一个 可以可以可以 紧紧 紧紧正亡一个空卡 把牛哥跟冰女换掉了 可以 很关键啊 DP没死啊 DP没死啊 很关键 哇 刚刚这个残局 雪魔冲出来好吓人啊 点金手 点金手 我看一下这个雪魔装备怎么做 这阵容 A帐 我看看他怎么理解吧 看一下他怎么理解啊 可 对于雪魔来说 A帐的提升 一般般 一般般 个人感觉 虚空 dp加坤卡的一个物 捶上路 想捶上路 上路没有人呢 就一个大鱼人 这个大鱼杀掉都不一定赚 这个大鱼杀 杀不掉就有亏 杀掉还不一定赚 这个上路的蛮蛮 看起来亏亏的 这一只 这只猫起来 感觉四面八方 都是危险 哎 兄弟 dp直接开大招 踩了一条地板 这大鱼还很欢事 还能奔一奔 哎 奔跑吧大鱼人 进树梯啊 进树梯 没有没有没有 那应该是气了 哎 大鱼还在坚持啊 大鱼还在坚持 旁边牛是偷了一个人 很开心啊 牛哥 牛哥急速神服 偷了一个坤卡 单杀啊 近乎是单杀 这光环在牛哥 牛哥的续航 哎 给他上了一个地 冰柱 有一口水 可以啊可以啊 血魔没有大招 这里啊 哎 血魔被吸直接贴 给标记的 给标记的 tp取消 但是没有用 好的老朋友这波的支援很及时 还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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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空跳上来 Cookie 放弃治疗了 这个能走我不信 这个能走我不信 那你别试 搞些 挣扎一下 把遗产赶紧买了 这边老朋友的支援很关键啊 杀这个萨尔 费了半天劲也没杀掉 这个上下全都是有人提过来帮忙 有个十一分钟三十八秒 他的跳刀 在十二分半左右应该能出来 十二分半左右出一个跳 十二分半跳到的牛头 看他自己节奏怎么样 哎 这边能垂他一边就 哎 这个能垂他一波 撒了直接火力全开 嗯 但是DP没有大招 伤害爆发少一点 牛头少一次 少一次 哎 二年皮士 推波 哦 可以可以可以 哎这波击杀很关键啊 这波击杀很关键 牛头刚才两千块 这个跳刀 近在眼前的时候被怼了一波 这波击杀很关键 拖延牛哥至少三分钟的出山时间 看一下 别人 我看整体发育 DP的经济变到低了 杀了这个牛以后 经济也是这个超过了牛头 雪魔那边加了225点生命的天赋 哎 哎哎哎哎 奔腾 咦 奔走了 可以啊 尹飞里面这边刚好上了个奔腾 刚刚好上了个奔腾 刚才杀这牛的时候我还担心 DP没打能不能杀掉 3D标记 兄弟你上路 标记 水船火力全开 DP过来给上沉默 伤害再给一点 推过推死 可以啊 阿福 配合队友完成这次击杀 蓝量有点紧 蓝量有点紧 这时候羡慕对方有个冰女了吧 每个队员的蓝量都有点紧 尔利克的团队好像没有蓝量这个问题啊 全员蓝量全满的 这里老飞翰现在场面上打出一些优势以后 开始变得主动了 而且几个视野布的很有侵略性啊 这是之前点的也 几个视野布的非常有侵略性啊 下路是偏防守的一个视野啊 下路这个钢倍站得很稳啊 绿蓝现在思路也清晰 这股其他几个点现在打的有点颓 有点颓 血魔啊 牛哥打的有点颓 我围绕钢倍来打 牛哥现在也是有跳刀的啊 就这波打一个牛哥跳刀 小心这个牛哥跳的啊 十分钟出头 牛头三连是可以瞬间带人带人飞的 DP是可以直接被秒掉的 所以这段时间一定要小心啊 这个接触啊 敢再侧一猫着啊 好像没有看到啊 虽然很谨慎 但不知道对面就在 就在右边的树林里啊 哎 这DP过来就死了啊 这边这个视野是清楚看到DP的位置啊 这DP从这个位置走过来就死啊 还好还好 哎哎哎哎哎 哎 擦尖过吗 好的 这个战线拉到下落 战线拉到下落 还是围绕钢倍来按 这钢倍这排虽然不是一号位 但是钢倍目前看起来发育还可以 围绕钢倍打 我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啊 钢倍卖一卖 是吧 露个破绽给你 然后队友反打 接着开悟 雷克现在想搞事 一直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雷克也是点了几个特别有侵略性的眼卫 两边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强 那看看谁更强咯 我出来走两步试试啊 出来走两步试试啊 两边的眼卫都是觉得自己形势很优啊 雷克长时间步在老北洋的野区里 老北洋现在也是感觉到大概的位置了 误过来抱团抓这个位置啊 抓这个区域 哎撞开悟了 萨尔赶紧往回退一步 给个真眼是看到一颗眼 看到一个眼 没找到人 哎 血魔 大招了一个DS 兄弟们过来护一下 直接踢 好的 没问题 没有问题 萨尔赶紧站位有点前了 萨尔赶紧站位有点靠前 原地给一个大招 位置不是很好 技能给这边钢被兽 剩下队友在四季而动 被沉没住 DP往前顶 没有血魔大 DP现在不是很虚 锤锋秀尼连 哎 这个结界完美 招了后排四哥 DP推波 沉没没有关系 技能全开了 哎 虚空假面 萨尔赶紧这个技能打得漂亮 牛哥不服 原地肉薄 雪魔 哎收了一个 那么收第二个 雪魔一次雪不敢钢了 漂亮 漂亮 萨尔赶紧这边的这个结界啊 完美 完美 打得漂亮 打得漂亮 这里 刚被这个雪魔第一时间把这个大招了 结果DST走 或许没有威胁了 这后面或许雪魔没有威胁了 然后在这个位置虚空一个决定胜局的一个大招 决定胜局的一个大招 把四个人招住 而且很尴尬的是 虽说 雪魔的技能沉没了DP 但是DP的大都开出来了 大都开了 然后这个 技能全开了 疯狂的输出啊 疯狂的输出 打得漂亮啊 萨尔赶紧这边的这个 虚空假面打得真的漂亮 我想起来了 我上一次录这个老飞昂的比赛的时候 他的虚空也是打得非常凶啊 就是他 抓住一点机会就果断出手 刚才这个瞬间 立会的这个破绽 被虚空逮到 DP是 其实刚刚是那个 老飞昂是没有高破视野的 幸亏DP站上来 DP一个人站上来 哎 没有切到没有切到 还被偷辅住了 DP站出了以后 虚空随随看到后面几个人的站位 本来这个高破插的眼其实是Liquid 但是DP站上以后 高破上的一个站位 被看得一清二楚啊 看一下雪魔装备路线 引刀 哎这个就是物理流的雪魔了 他的这个装备路线 我个人是觉得 比上次 Secret的那个什么 什么 A杖啊 推推啊 跳刀那个雪魔 我觉得厉害一点 这种阵容 讲真我是觉得这雪魔 应该这么打 走物理流 就要上去砍人 就要上去砍人 牛哥往引刀走 好像又想搞事啊 这半人又想搞事啊 水量都很残 这几个人状态都不好 可口鼎出去搞事啊 老朋友也开着物呢 虚空直接奔林肯去了 这个阵容林肯一般般吧 这阵容林肯一般般吧 但虚空啊 还是想做林肯 防一个雪魔大 标记 水船 火力全开 这是后背 诶 这不好吧 虚空去后面找人 后面没有人 诶 这个 动钢背的后背不太好吧 往回退一退 往回退一退 大鱼好像不想放人走 雪魔这边有大的 诶 老飞这边往回拉一拉 这个阵型 这个先手动钢背 有点鲁莽 有点点鲁莽 诶 小心这边有一个牛 隐身神服的牛 糟糕糟糕 DP没大了 这样的话下一次接触 DP没大了 旅客直接开右山 有大鱼 直接开右山 你DP没大 我不怕你 糟了糟了 老飞扬这波没打好 诶 牛哥直接上来先手 控三个 顺秒萨尔 这里 困卡也是很危险 困卡TP没有成功 这个结界照了两个人 但位置没有很好 DX拉过去给强 DP没有大招 冰女瑶大 这个位置虚空跳了一下 DX直接顶上去了 都是残血 但是能不能收割 诶 推波收了一个 收一个冰女瑶 虚空撤一下 全是残血 雪魔要收人了 大鱼跳踩留住了 完蛋 哎呀 全是残血 但是收不掉 但是收不掉 全都是残血 这DP没有大招 收割不掉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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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糟了 来飞翔这波雪崩了 这波雪崩了 对面磕一波拳 肉山一收 节奏没了 这个节奏没了 中期一波不明智的先手 动钢被 引起了一系列的这个蝴蝶效应 引起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 糟了 这肉山能守住吗 别 这边 老飞翔还不肯放弃啊 不肯放弃 边上萨尔已经在被捶 应该是要死 水船撞进去位置还行 但是没有死人 虚空想进去拼盾 看一下肉山盾 刚被拿走 夜眼打掉 完了完了完了 撤一波兄弟们 DS还不服 DS过来拉 被雪魔甩大招了 完蛋 老飞翔这波雪崩了 你飞翔要交旁边这里 以前是走不掉 又是一波团面 连人带肉山带肉山盾全部被收 崩了 崩了 老飞翔 苦心经营了十几分钟局啊 就只坐在这个位置 一个鲁莽的一个先手 想动钢被射 这么一个念头啊 就这么一个念头 让老飞翔直接把这个局全丢掉了 打到现在15分钟 现在形势大力啊 本来前面经纪是咬住的 结果这一波过后 对面三大哥经纪领先 空盾 哎 旁边有接触 吃一个冰女 这冰女 吃一个冰女 但是要交DP 哎 DP能走吗 牛哥好像准备要搏命了 牛哥一棒子半管血 哇秒掉了 哇DP又死完蛋了 哇老飞翔节奏乱掉了 节奏乱掉DP满 上头了有点上头 杀这个牛 牛现在应该是走不掉 但是牛怎么杀他这么费力啊 杀他好费力啊 杀他好费力啊 哇我这倒吸一口冷气啊 老飞翔这几波的接触 各种亏啊 各种血亏啊 两波团灭加一波肉山 这怎么办啊 从有一点小有一点 从有一点局面的这个局 打到现在大劣势的一个局啊 17分钟到23分钟 短短6分钟之内 直接拉开了7500的经济 最可怕的是这个雪魔被养 养成怪物了 雪魔前面的经济 其实第三第四 我印象中第三第四的样子 这波结束结束以后 他现在有BKB了吧 哇他下一次接触 他下一波接触就要带BKB了 这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而且这几次几次 这个这几波PK前期很肥的DP 前期748 他前面很多个人头的DP啊 连续几次阵亡 阿鱼跳踩 牛哥上来三连顺秒 哇 哇 DP被秒了 DP的身子很薄啊 在目前的牛哥面前 他这个薄身板 一瞬间 被抓住一个破绽就带走了 完了完了完了 老飞扬这时候只能带现了 没有DP在这正面 根本没法打 雪魔BKB 23分钟引刀BKB 这牛头打DP是真的可以啊 这个爆发杀DP真的太猛了 哎小心啊 这萨尔小心啊 被牛顺秒的 噢血魔给他加了个D 我说怎么刚才DP被直接被干掉了 一个斑 跳上来没有 按键P是能不能拉回来 血魔给一手沉默 牛头 在框里增加 虚空结界罩 位置还可以 水船撞上完美 DX这个强大伤害少一点 伤害少一点点 哇 DP没 没在伤害不够啊 哎呦呦 DP吸 把这钢贝先吸死啊 钢贝磕了一口 这有盾的 我看P是留住一个 钢贝那边 冰女跟钢贝应该全都死啊 大鱼还在看机会 站起来 守着钢贝尸 守着钢贝尸 不能让他跑了 DP开大招 但爆发还是不够啊 队友在跟这个大鱼纠缠 大鱼好像还能撑一撑 钢贝兽那边有点难弄啊 这钢贝有点难弄跑了啊 哎呦 这左边右边都想杀 结果就是左边右边都没杀掉 目标不明确啊 这位置我觉得要杀一定是要杀这个钢贝啊 人数优势的时候一定要怼这个钢贝兽啊 老飞羊的345号位在这边跟着大鱼纠缠 然后一两个人杀不掉钢贝 钢贝跑了 大鱼也没杀掉 对吧 你要么索性就把大鱼杀了 你要么全都过去找钢贝 就两边都想杀 一个都杀不掉 哎 这对面又回来了 牛哥有地的 小心牛哥地 牛哥 搬了一手 但是 哎卡树了 牛哥卡树了 血魔直接上去肉搏 DP是被血魔收了 血魔给了个大招 DS 奔回去奔回去 哎这几个人好像上的 哇 DS危险了 搬了一手 大鱼近身再踩 我DS还是死 虚空救不了 对 有啊 水船给上去 但是好像没什么卵用啊 老飞羊节奏全崩掉了 节奏乱掉了 节奏乱掉了 完蛋 这么打真的完了 我前面我才发现原来 雪魔这边给牛哥可以加地 我操这个牛哥开团进来一套三连 谁是这样 谁受得了 牛哥上着雪魔的这个地 雪魔的这个雪之狂暴进来一套三连 谁受得了 没有BQB的话谁受得了 这阵容还可以这么玩 有点意思啊 真的是有点意思啊 这之前打雪魔的队伍不是没有啊 但是雪魔跟牛还可以这么配合 将爆发 将爆发的这个美感 输出到极致 前面那个其实我一直有点疑问 DP怎么三分之二血 被牛哥一棒子就给露死了 而且当时是没有那么大的 回过头才发现 因为雪魔给他加了一个 绝质狂暴 糟了糟了 这现在怎么弄呢 完美团打完美团 刚才这个位置 几个技能接的很梦幻 有板有眼 但是DP不在伤害不够 出事了出事了 就刚才打团的一个阵容 输出控制 每一个环节都要接的很漂亮很完美才行啊 缺一不可 这是团战阵容的优势也是劣势 容错率非常低 这什么萨尔大没接好 坤卡水船没接好 或者说DP不在 你其他技能接的再梦幻都没有用 所以 这团战阵 团战流的阵容 这个团战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是一把双刃剑 立会现在 立会刚才那个盾没了以后 这波现在是等一个 第二代的肉扇盾 这你想象一下 血魔再控一个奶 刚被再拿个盾 或者刚被拿奶 血魔拿盾 这个团怎么接 这都还没有说牛哥的事情啊 这牛哥时不时都窜出来秒一个辅助 是吧 秒你一个DP 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感觉跟立会打真的是被上了一课 就是 你方出钢被 立会教你怎么打钢被 这立会打钢被的时候 教你怎么让这个钢被的阵容更强 哎呦 又被投辅助了 啊是DP被偷了 一棒 再一班 再来一棒 是秒掉了 这 这DP满血的DP被三棒子抡死了 折 这中单牛真的是有一手 哎哎哎哎兄弟们抬一下 虚空再跳 哎大鱼直接从后面一个人顶过来了 踩了一下虚空 水床给过去 大鱼要吃技能 这大鱼吃了蛮多技能 血魔大招 给了虚空假面 虚空先躲一下 但是牛现在很强 牛直接顶到脸上了 外面P是 撒着那边 虚空只能一段一段跳逃跑啊 对我这边相继撤退 被留了被留了 完蛋 哇牛哥的伤害好高啊 牛哥一棒子下去 不管是谁啊半管选没了 这棒子五秒一次啊 而且配合引刀秒人效果 极佳 秒人效果极佳 老肥羊 在中期肉山被捶了一波以后 大伤元气啊 大伤元气 越来越打不过这几个肉盒了 越来越打不过了 就老肥羊 我觉得就这盘结束以后 他回看以后一定很懊悔 我中期为什么要在这个塔下 强行动一个 已经转了身的钢备兽 这不是说他转不转身 这昆卡这个位置标记这个 站在这种位置的钢备 而且这塔当时血量是 比较健康的 我现在都想不明白 我现在都想不明白 还是应验的那句话 强秒钢备的队伍 这坟头草 这个坟头草都三丈高了 一点不吹啊 一点不吹 当时DP是开大直接上去怼 结果 秒钢备不成 DP大没了 被吃一个肉山盾 被灭一波团 就是被灭 为了不放盾 这个买活回来抢手 这个肉山盾 又被灭一波团 结果是灭两波团 加肉山盾 直接是伤到了 这个老肥羊的一个筋骨啊 导致这个中 中期的接触越打越打不过 一个无解肥的牛 这个秒人跟秒小兵一样 就偷人跟偷小兵一样 而他杀人就跟补兵一样 出上一磅两磅三磅上路 是吧 这 这都是我们在没有聊 这个什么钢备跟雪魔 这个战斗力现在多强的 这个前提下 这牛哥就已经可以到处偷人了 怕牛哥偷人 不敢出门 不敢出门抱团 这个经济越瘦越少 继续被对面空盾空难 老肥羊已经没有退路了 老肥羊已经没有退路了 高地守住这个局还能往后拖 守不住就直接击击 而且现在对面的绝对双核 一个空盾一个空难 怎么打 怎么打 而且这雪魔还要做菊花球啊 形势这么优的情况下 他还要做菊花球 真的是不给活路啊 牛也要做BKB 双刀 就是 感觉防守段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就近做了一件 相对于钢备来说 比较进攻的一个道具啊 老肥羊现在所有人抱团抱的很紧 特别惧怕牛哥 是吧 就我哪个点一落单 哪个点就被偷 对吧 我主力DP都是被牛哥三棒子轮死 你不要讲其他英雄啊 不要讲其他英雄 辅助位的经济 你看一下 萨尔加上空卡 5000加3000 一共8000 落单啦落单啦 牛哥一放 没有扳到 但是雪魔直接给大了 Inflame应该是走了 推了一下 谁推了他一下 牛哥推了他一下 直接大姨妈标到脸上啦 这个 真是惨 这边真是惨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谁出去落单 谁死 因为地图的这个 80%的区域 已经是被Liquid控制了 就你落单你就死了 你抱团你可以 你抱团不死 但是你抱团没有经济 所以 老肺羊 打的现在很心塞啊 打的很心塞 你看 优势大到这个份上 居然他还出了个 莲花球 你说你怎么处理这个雪魔 刚被兽那边做双刀 带盾 这波高地 有没有就这一波了 应该是有没有就这一波了 破两路这个局也等于交了 诶 中路还没破啊 诶 搞了半天我发现中路还没破啊 打一套吗 别骗自己 别骗自己啊 前面秒钢被的痛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记忆犹新啊 耗他 打着钢被慢慢耗他 把他血一点点压下去啊 可是这几个人的消耗能力一般般啊 没有很强 中路兵性也过来了 路现在虽然没破 但是形势非常严峻 现在是不破则已 一破则全开 是这么一个状态 就破与不破 就这么两种状态 就破了一下子全都掉掉 诶 雪魔给打了 诶 对我过来护一下啊 DX啊 牛哨 没人护着 没人管吗 没人管 诶上面有在纠缠 辅助这边四号位 进行一个缠斗 DX没死 DX没死 OK 给这个 给了一个地 钢被上去吸血 诶好过分啊 这雪魔给技能 钢被残血 过来一口钢毛 把血全回了 雪魔再给一个地 又是满血 啊 这好恶心啊 好恶心啊 这帮人这么玩的 这一波兵直接把钢被回满 辛辛苦苦把这钢被磨残血 他两两口钢毛 血全满了 这怎么弄啊 虚空带着离子盾过来耗 只能这样了啊 但是这钢被现在 搞近战兵营啊 被打到没蓝了 钢被瘦 被虚空散尸 打到没有一点蓝 大鱼也在旁边踩两个 后续怎么说 没动 万键骗士回去 DP开大招了 保护一下这个塔的血量啊 雪魔大 没看到给谁啊 没看到谁 给了这个虚空 虚空站住敲 虚空 没有结界了 昆卡的船 只撞到了一个BKB雪魔 什么都没有 虚空往回退呗 能不能吃这个要没收啊 五个人包着他 伤害好像有点不够啊 建筑还是被拆了 雪魔没有大 雪魔没有大 大鱼踩地板 牛哥进场直接是定胜负 买活 两个买活 等了半天牛哥进场 这几个人被顺秒 磨了半天 三个买活 三个买活 这边 迪埃斯拉 走位躲一下墙 大鱼 二次的一个切入 虚空上去敲 这个伤害有点低啊 敲不动人 大鱼接着踩 这边肉搏 这个牛头从后面偷人 没有偷掉 没有偷掉 仨把大招给了 看一下这波肉搏的结果 DP现在是残血 落地 大鱼再接一个踩 完蛋 我还是打不过 DP又死了 这牛少有点强啊 牛少最后还是被干掉了 但是下路还是破了 让你撇尸 看这钢贝 只剩下钢贝一个了 立快这里 钢贝不停的卖菊花 但 强倒重人推啊 强倒重人推 这波死守守住了 但是买活了四个人啊 死守 守住了吗 也是没守住 下路没了 买活了四个 这下路还是破了 刚贝打了7100点伤害 牛少打了6000点伤害 血鬼打了4000点伤害 DP是买活死的 DP是买活死的 所以等于交了五六条命 也没守住下路 人头换 人头的交换是均匀的 可是下路被破了 所以说这几个买活 这几个买活 仅仅是守住了这个中路啊 就如果没有这个买活 这中路也是没了 对吧 经济奔三万去了 经济差奔三万去了 哇 这样子老佩洋 这盘翻盘的机会 已经近乎渺茫了 我们说过这个局 想想要能打 需要DP无解肥的 DP肥了这几个人才会怕 钢被兽啊 血魔这几个人才会怕 可是DP在中期 被这个牛哥偷的死去活了 打到现在为止 DP没有BKB的牛就能偷他 对吧 前面这个团战我们看 两边在这边 你来我网的甩技能 纠缠半天 就是不死人 就是没有结果 牛少一进场 这个 世界就清静了 这瞬间就减圆 老佩洋瞬间就减圆了 巡弓上来 照一个 杀这边的一个雪魔 伤害稍微有点少 大鱼在后面控场 雪魔 顶开BKB没有死 跑了 牛头起后排 后排萨尔已经被放倒 而且雪魔还没有死 雪魔把大给了DP DP在吸血 后续看怎么来 哇 牛少又来了 牛少回来了 正面DP已经撑不住了 叽叽叽叽叽叽 没等牛少回来 正面已经崩盘了 好的这样的话 恭喜Liqure 晋级到下一个轮次 老飞扬 在正中备的这个比赛当中 小组赛一直是顺风顺水啊 那确实打到这个淘汰赛两边 就是拼刺刀 真刀真枪的时候 Liqure确实是低高一筹 无论是PP还是整体之行 老飞扬这盘只 只有一个错 就是动了一个钢背兽 导致这盘比赛全盘结束一点不为过 那个错误真的是为这盘比赛买单 为这盘比赛失误买单 好的感谢这个老飞扬感谢Liqure 也是希望老飞扬能在后续的这个比赛当中 有更好的调整 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好的感谢各位 我们决赛的比赛见 拜拜